荷兰的圣诞节是从早餐开始的 圣诞节的这两天呢 我们和公婆都约好了 每天早晨九点半一起吃圣诞早餐 现在呢 荷兰哥在打蒜奶奶戏 公婆呢 已经把早餐都准备好 摆上了桌 荷兰人吃饭呢 不喜欢把灯光调得太亮 喜欢一种用烛光营造出来的昏暗的氛围 所以这大早上起来的 我公公就把家里的窗帘都拉上了 点上了蜡烛 大家看我婆婆手多巧 把餐巾纸叠成了圣诞树和五角星的形状 我公婆呢 是一对非常传统的荷兰父母 和我们中国的老人一样 很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 但是我和荷兰哥最近 一直在忙着搬家和收拾新家 早上呢 要不就是出门太早了 要不就是我们两个人太累了 起不来 所以今天呢 也是我们全家第一次正式的家庭早餐 有各式各样的面包 黄油 奶酪和肉片 公公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传统的荷兰人怎么吃早餐 取一个面包 从中间切开 然后用刀子取一点黄油 站在面包中间 今天的黄油也做成了圣诞铃铛的样子 很有节日的氛围 然后用小叉子取一片肉 夹到面包中间 今天早上呢 有两种肉 前面卷的呢 是培根肉 大家猜摆在后面呢 也就是我公公现在取的是啥肉 答案一会儿揭晓 这样一份面包就完成了 其实在平时 荷兰人也是这么吃早餐 是不过种类 没有这么丰富罢了 这个圣诞树样子的小面包 是不是很可爱呀 我也取了公公刚才取的两片肉 递到嘴里尝了以后才发现 原来这是生牛肉呀 本来我还以为 这是另一种培根肉呢 早餐吃完了 公公正在把蜡烛熄灭 今天呢 我公婆还有一件大事要完成 就是要准备第二天的圣诞晚宴 公公准备的第一道菜呢 是芹菜根 这是欧洲特有的一种蔬菜 具体的做法呢 就是先把芹菜根削皮 再切成小块 然后呢准备一个小洋葱去皮 这道菜呢 是和主菜炖兔子一起上的 用搅拌机把洋葱搅碎之后 倒入切好的芹菜根中 然后依次的倒入黑胡椒粉 一点点的盐 两大勺的初榨橄榄油 和两大勺的白醋 用勺子搅拌均匀 放置一天一夜腌制 到时候煮熟就可以吃了 另一边呢 我婆婆也在忙个不停 今天呢 她要炖将近五斤的梨 这是她的孩子们从小到大 圣诞节最期待的食物了 这是婆婆昨天晚上熬好的苹果酱 荷兰之边做蔬菜呢 基本上都是水煮 而且也没有我们像酱油蚝油这样的调味品 所以荷兰人一般都会搭配着苹果泥吃蔬菜 然后我们先看着 现在我们就直接看着 然后就说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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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pepper no no sugar 特别是 Christmas for pears stewwood pears ok 婆婆现在在介绍她炖梨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酒和一种特殊的香料糖 我和我婆婆的交流呢现在是荷兰语和英语混着说 但是我的荷兰语现在还仅仅局限一听和说 所以很难给大家打字幕了 把梨放在锅上炖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梨明显的变软之后 依次的再往锅里倒入肉桂粉和一点面粉 加面粉的作用呢是让这个炖梨的汁更浓稠一些 一个小时之后炖梨就炖好了 大家看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呀 这个炖梨呢冷藏了之后味道更佳 所以一会儿呢婆婆会把锅端到室外 冷藏一整天再加一个晚上 今天下午呢我公公再准备另一道大菜 腌兔子 圣诞节吃炖兔子其实是德国人的传统 我公公的妈妈也就是荷兰哥的奶奶 是一位德国人 所以这个传统也就被延续了下来 炖兔子准备的过程很繁琐 而且用的酱料也很多 先在兔肉上撒上一层黑胡椒粉 然后再用小勺子给每个兔子抹上这样的酱 类似于咖喱酱 然后呢再在酱料上撒上一层面粉 右边摆的这四个小瓶子都是一会儿炖兔子的时候需要的酱料 炖兔子呢很好食需要一整个下午 但是我没法给大家跟拍了 因为我要去新房子干活了 下次吧再给大家介绍炖兔子的具体步骤 如果大家想看我们最后圣诞大餐的成品 那别忘了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呀